大家好,我是小A 今天再次帶來一個戰地3武器視頻 那麼我今天將完成我以前的弦彈槍彈頭討論 我今天將說最後一個弦彈槍彈頭 我今天說的是爆破彈,或者英文所說的是Fragrance 這個彈頭以前很多人用,但是後來呢 因為有了補丁的改變,很少很少人用 我們現在幾乎都不看到人們用這種彈頭了 那麼我確實找到他們為什麼不用的原因 那麼我現在來說一下 那麼首先給大家一個簡單的歷史課 在遊戲剛出來的時候呢 就是2011年10月份的時候 很多很多人用Fragrance 我想用爆破彈 他們選擇的武器是USAS-12 這兩個加在一起呢 威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大到後來 所以2011年12月份 有一個補丁出來 大大減弱了USAS-12 發射就是每分鐘的射速 還有減少了減弱了應該說 Fragrance就是爆破彈的爆破威力 因為以前在這補丁之前呢 你裝USAS-12加上爆破彈 你等於一個移動的LAV 就是移動的裝甲車那個炮台 那時候連AEK M16 A3都配不過USAS加上爆破彈 因為你等於一是被他很快的射速壓制 二是因為他的威力大 他大概三次罰 現在他射速快就可以把你幹掉 所以我們當時稱這種武器裝備就是LAV炮台 或者就是APC炮台 因為他等於LAV25那輛裝甲車的炮台 只是裝在人的手上用 那麼後來呢 2011年12月份之後呢 這爆破彈的威力大大減弱了 還有用他的 用他這種彈頭的槍的射速也大大減弱了 減弱到現在幾乎都沒有人用他了 那麼我來說一下爆破彈的原理吧 爆破彈就是你打出去的一個 弦彈槍的彈頭打到地上 他會像手雷一樣有一個爆炸的範圍 他就是用你彈頭的碎片來傷害敵人 那麼他的射速可以影響到你槍的射速 如果你把爆破彈裝在你全自動弦彈槍上面 你的槍的射速 不管他原先有多少射速 或可以射多少 都會被減到220PM 就是每分鐘只能打200發 如果你裝在半自動上面呢 他半自動射速會被減到180PM 就是每分鐘能打180PM 當然相反如果你把它裝到 就是比如說870或者SPA12上面 你的每分鐘射速會增快 0.5秒 就是增快半秒 那麼現在爆破彈的威力是最高可以打37 那就是命中目標 最低可以打25 威力是確實非常小 因為想想我們用的是 鹹彈槍 鹹彈槍的射速非常慢 所以你這個威力小 就表示你可能要30%才能把敵人打死 一般我們用鹹彈槍彈頭 都是一槍一個一槍一個的 我應該說清楚 如果你用這種爆破彈打中敵人 就是打在敵人的胸口 或打在敵人的肚子上 你的威力最高可以打37 最低只能打10 就等於10的威力 根本打上去根本感覺不到 但是如果你用它的爆破效果 就是它的用像手雷這種爆炸的效果 你最高可以打25 最低可以打20 它這個彈頭的有效射程 一般從8米到40米 它的爆炸的彈片最多可以飛3米 敵人被這種彈頭擊中的 有很大很大的壓制效果 就是一旦被他打到 你有很 敵人就會被非常嚴重的壓制 那麼我個人用下來爆破彈 我感覺這是非常沒用的一個 弦彈槍彈頭 特別是因為 武丁把他的威力大大減弱了 他有兩點特殊 但這兩點我感覺是缺點 一是他的子彈有個非常 啊 亮的一個彈道 就是英文所說 tracer rounds 除了被打的那個敵人 看不到他的子彈哪裡來的 他的隊友 如果站在旁邊 都知道你的子彈從哪裡來的 因為你打出去的子彈 都有一個很亮的一個閃光 或者很明顯的彈道 像戰地三的裝甲車 打出去的那種子彈一樣的 你都可以知道這個子彈從哪裡打來的 這對你來說是非常不利的 他就知道從哪裡打來的 他的子彈就知道往哪裡飛 因為我們知道哪裡看來的槍 我們一般都往那裡 就是反槍或者反擊 還有一點爆破但不好 就是因為他爆破 他有一個有效射程 也有一個最低的安全射程 我說的最低的安全射程 就是你可以用這種武器自殺 我也自殺過幾次用這種武器 就是如果你敵人和敵人聚集在一起 你跑上去沒有和他保持距離 他的爆破的蛋花會傷害到你 你們就可以想像在一個房間裡面 來了一個敵人 他沒發現我 我站在角落裡面 他剛剛跑過我打他一發 這個一發沒打中他 打在地板上在他旁邊 但這個爆破的威力也會傷害到我 所以用這武器有時候 我會常常會自殺 特別是敵人離我特別近的時候 最後一個缺點就是他威力實在太小了 你們想好像37到25的威力 一般還算可以 但是你要想你的鹹彈槍的速度 射速特別特別慢 一般我們都指望 鹹彈槍一槍一個人 或至少兩槍一個人吧 你用這個武器 你一個人都要打四五八 甚至要六七法 那你想你要打到多少時間呢 那不是在和敵人遭殃嗎 他一轉過來 如果他有AE可以馬上就可以把你打死 就算你能打到敵人 很多時候我的肉都被隊友掉掉了 因為我的插敵時間實在太長 他們比如說三發子彈 從他們全自動的步槍就可以把一個人打死 我還要一直的點一直的噴 才可以把一個人勉強噴死 最後說出他的壓制效果吧 爆破蛋確實有很大的壓制效果 但是這樣的壓制效果 同樣可以用輕擊槍來滿足 比如說我用M60 M240B PKP 這種重擊槍 輕擊槍打出去 壓制效果是非常非常大的 而且射速破壞威力也大 你如果要真的壓制敵人的話 我建議你還是用重擊槍 不要用爆破彈來壓制 那麼我來總結一下 總體來說我們用 鹹彈槍的彈頭 主要還是為了一槍一個人 一槍一個人 而且在近距離有一個優勢 那麼爆破彈呢 反而相反 你近距離沒有優勢 就是你的威力太小 這加上他限制你 每把槍的射速能有多少快 這是一個很大的很大的缺陷 也拿走你鹹彈槍的一個優勢 第二他有個自殺效果 如果你不和敵人保持好距離 轉角打到一個敵人 他這彈花的碎片會彈到你 也會傷害到你 所以很多時候會自殺 就等於一種 怎麼說呢 有種坑爹的武器的這種效果 這表示千萬千萬不要用爆破彈在室內用 你在室內用 很有可能你自己會被他打死 而且爆破彈非常先要的這種彈道 幾乎是給敵人你在哪裡的位置 比如說我從一個窗口往下打 敵人的隊友就可以看到窗 房間裡面的窗子裡面就看到一個個 就像火花一樣的往下面打 他就知道房子裡面有人 然後突然我就會受到一大堆手雷的攻擊 所以我還是建議 如果你們要用弦彈槍彈頭 千萬不要用爆破彈 因為這種彈頭在戰地上已經是非常非常沒用的 大家還是去用顆粒彈或者說是用重彈頭 因為這兩個彈頭感覺是非常好用的 那麼小艾今天就說到這裡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終於完成我的弦彈槍系列 如果大家有其他的視頻請求儘管提出來 我有可能做一下士兵跑地圖的這個秘籍 為戰地師來準備吧 那麼感謝大家收看 請大家保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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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